大功告成 我的满汉全息剪谈版本终于完成啦 超级简单又方便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氧氏Ricky 今天呢要来做新的单元 叫做营养师来做料理 这次呢我想做减糖饮食的一个料理 因为我今年有出了一本书 叫做《减糖外食快速攻略》 教了很多关于减糖饮食的概念 可是呢都是外食版本 那我自己家里备餐该怎么办呢 这个食材可以吃吗 那个食材可以碰吗 大家都有很多的疑问 那到底什么是减糖饮食呢 淀粉的摄取量降到20%-40% 油脂的比例要拉高 蛋白质呢不能超过30% 哇这样听你会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假设你去自助餐取一个便当 就是告诉老板 我的白饭要减半或者饭量 直接都不要 装煮菜 肉呢先要选鱼肉 用油一点点的肉 这样呢就是所谓的高蛋白质 油脂也拉高 看起来化物比例降低 这个就叫做减糖饮食 年底将近大家有很多的聚餐啊 过年过节 都想要做一些料理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做减糖版本的 我们会制作10道料理 5道呢是快速制作的简单料理 5道呢是营养师的创意减糖料理 这一次的料理呢 我们会用5个家电 微波炉 烤箱 气炸锅 电锅 电磁炉 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家庭 可能有的器具也不同 大家可以依照你们家里有的家店 去做参考 那我们就来准备做美味又健康的 满汉全息减糖版本 大家看到 全部都是我们减糖饮食的料理 可以去吃的 那这一次是由 UOMAR所合作提供的一些食材 大部分食材都可以找得到 少部分的食材呢 我们可以要自己去购买 像一些葱啊 姜啊 蒜啊 那这次很特别 它们有蒟蒻面 可以取代我们的主食 想吃面的朋友 你们有福利的 还有花椰菜面 想吃白饭的朋友 用这个可以代替 它们还有一个很厉害的 高蛋白的活泼料 现在教大家怎么从APP上面购买 我们先下载我们的APP 搜寻URMART 你就会看到它们的APP的 大家按进分类里面看到有个 减糖吃低碳 它里面很贴心 都帮你用好分类的 这一类呢就是减糖 大部分的食材都是可以吃的 按进去里面的蒟蒻面 它每一份的碳水只有12克左右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它里面有好几款 川椒麻辣 蒜味芝麻酱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蒟蒻面有一阵子真的很好吃 干的比汤的更好吃 它里面还要有效日期来告诉你 非常的贴心 你就知道说 这个我可以大概吃多久 加入购物车 我们已经选了 蒟蒻面 花椰菜米 还有我们的千张角 以及千张豆腐1 高蛋白火锅料 豆干 还有豆浆 大家记得在清空购物车的时候 可以输入折扣码202011RICKY 因为你满699 就可以折扣50元 帮你们争取的小优惠 记得要使用哦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道蒟蒻面 总共有7包面 我们有3包的汤面 4包的干面 而这4包的干面呢 每一个口味都不同 那我们只会选择其中2款 第一款呢 我们会用的是 蒜味芝麻酱拌面 第二个呢 是川椒麻辣拌面 第三款 韩式泡菜汤面 这种蒟蒻面呢 非常方便的点是在于 我们如果是煮干面有没有 你基本上只要把热水倒进去 酱 面 破一破 就可以吃了 所以它其实做起来 可能是跟泡泡面是一样的 你甚至可以不用有热水 你把面呢放进去 酱呢放进去 放进微波乳 微波碗 就可以吃了 超方便的 那汤面呢 我们可能就用热水来拌 比较适合一点 蒟蒻面的好处是 它可以取代我们的淀粉 让你有到吃面的感觉 因为蒟蒻是一种半纤维素 它基本上是无热量的 那为什么里面上面还有热量呢 是因为所有的蒟蒻面 它还会参加一点小麦进去 但香料酱的热量是低很多的 我们准备开始制作吧 先把面倒入碗中 这是干面我会用微波的 所以记得使用可以微波的碗哦 放入酱料 放到微波炉中 大约3-5分钟就可以了 微波好之后呢 我们把面跟酱均匀的拌一拌 加入我们喜欢的青菜 来增加纤维量哦 再加入水煮蛋 煎蛋 半熟蛋 都可以看你的喜好 简简单单就完成啦 接下来是汤面 我们将面与调味包都放入碗中 加入热水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两道料理 就是我们的千张饺 如果没有听过千张饺呢 一定要去尝试看看 因为千张饺就是号称 五淀粉的水饺 它外面是用豆皮去包的 所以它外面呢 不是淀粉而是蛋白质 而且这几款我吃过口感 真的超好吃的 它的烹调方式呢 有几种 你可以用水煮的 或者用蒸的跟气炸的 这次呢 我们用的是烤箱跟气炸锅 就是要告诉各位说 你不管是烤箱或者气炸锅 都可以去做料理 打开包装之后 我们将千张饺放入气炸锅中 调整气炸锅到 15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摆盘就好啰 是不是超级简单的啊 哇 超酥脆的耶 烤箱的话呢 一样的步骤啦 我们将千张饺放入烤盘中 再放入烤箱 一样是180度15分钟 完成后就可以装盘 哇 有够香的 第六道 简堂安心吃火锅 味噌豆浆锅哦 这边呢 是他们的高蛋白火锅料 蔬菜豆腐丸啊 还有些豆制品 那这个豆干呢 有分成两种 有酱油跟铁酱油的 这边还有豆浆 我们要加入我们的火锅当中 原则上呢 我会选择无糖豆浆 因为在吃火锅 我就又有糖的豆浆 蛮奇怪的 运动后 我才会喝有糖的豆浆 无糖豆浆呢 可以因人而异 假设呢 你可能煮半锅煮又半 你可以加一到两瓶的豆浆 有个味道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喜欢补蛋白质的朋友们 可以补到三罐到四罐 依照你个人的选择添加就可以了 味噌呢 也是为了调味来做食用的 土皮啊 豆腐衣 这些都是我们火锅当中 可以吃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喜欢吃些肉类 你可以再放鸡腿肉啊 牛肉片啊 猪肉片 都是非常棒的选择 减糖 就是可以吃高油的肉类 大家记住这一个点 先在锅中倒入豆浆 根据你想要的汤底浓淡的程度 我们要去调整豆浆的分量 接着呢 放入味噌 加点水 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入想要吃的料啰 我最爱的一些蛋白质系列的产品 豆干 腐竹 蔬菜豆腐球 一番汤叶 就是豆皮啦 还有我最喜欢的豆腸 当然啦 我把它放一点青菜 再来点会吸汤汁的棉豆腐 超好吃 撒点葱花 啊 再来点豆包 一定要这种没有炸过的哦 想吃肉的朋友们 加入自己喜欢的肉类就可以啦 第七道 豆腐丸高丽菜卷 基本上呢 我们用它们做好这个豆腐丸 先将蔬菜豆腐球 切拌放到高丽菜叶上 记得先把高丽菜的梗给切掉 比较好包哦 我们可以先尝试 把高丽菜叶微波之后 它会比较软 左边盖起来 右边盖起来 由下往上卷 拿出葱 把它绑起来固定 不要让它乱动 多余的葱段切掉 比较好看 放到电锅里面蒸 不用太久 大概5-10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你怕不够行的话 可以帮你调味料 第八道道理 十斤海鲜炒饭 我们用虾仁 鲑鱼跟豆干 而这个鲑鱼呢 是已经熟了 我们是拿了即时的鲑鱼包 那如果家里用生的鲑鱼也是OK的 那葱姜蒜呢 它只是爆香使用的 比较特别呢 是这个花椰菜米 我们把白饭给取代掉 我们用花椰菜米 所以这是蔬菜 比较像吃的这道料理是 富含的纤维跟蛋白质 还有油脂 减糖料理很适合的 那油脂呢 只会用一点点 它是拿来爆香使用的 要先把花椰菜米冰干 水分先炒掉 看看我翻锅的技巧 啊哈 差不多之后 就先装到碗中备用 锅子清洗一下后 在家里有 放入葱花 辣椒 蒜头 煸猪香气 再倒入虾子 豆干切丁 鲑鱼即时包 用碎炒一炒 接着呢 我们再把这些丰富的料 来拨到锅子边 倒入蛋 先把蛋炒到定型之后 我们再将料与蛋给混合在一起 倒入刚刚的花椰菜米 翻炒翻炒 撒上胡椒盐 一点点的酱油再炒一下 把调味料给炒均匀 最后再加点葱花 就可以起锅成盘啦 哇 是不是看起来超美味的 有没有媲美鼎太风的炒饭啦 毕丽分明 用料实在 第九道 辣味辅豆霞 霞的意思呢 就是盒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豆干呢 才需要挖成这个样子 很像棺材板 有没有台南的朋友啊 先准备辅豆霞的馅料 将蒜头切碎 辣椒切碎 接着拿一点高蛋白火锅药中的棉豆腐切碎 之后拿出我们的豆干 在豆干上画正方形的四刀 切的深度大约是豆干厚度的一半 不要整个切到底哦 再拿汤匙将中间给挖出来 让豆干变成一个小盒子 切出来豆干也不要浪费 我们一样把它切碎加到馅料里 再拿出锅皮辣椒切切切 切成丁 把刚刚切碎的所有东西跟角肉一起放到碗中 加点葱峰味油 提香一下 开始搅拌 让它们均匀混合 打入一颗鸡蛋 增加蛋白质以外 还可以帮助内馅的定型 不要让它松松闪闪的 搅拌搅拌搅拌 放到我们的豆干中 到电锅里 散温暖一下 蒸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第十道料理 巧克力香蕉煎饼 哇 去泰国最爱的是这道甜点 现在都不能出国哦 没关系 我们在家自己做 那你会想说 诶 这种煎饼不就是高糖的吗 怎么可能是减糖可以吃的 我们用的里面是鸡蛋 唯一的碳水是我们的香蕉 那我们的巧克力酱呢 是用高蛋白抹酱 最上面那层饼皮 一般都是用蛋饼皮 所以那一般的那蛋饼皮呢 也是我们所谓的淀粉 所以我们用这个 豆腐一一 它是属于蛋白质 哦 很漂亮耶 好薄一层哦 你看 这整片都蛋白质 不是淀粉 很多人我知道都喜欢做蛋饼 那你的饼皮 可以用这个来代替哦 很方便 看我单手打蛋 哥也是有练过的啊 我们先把蛋黄跟蛋白给打散 接着拿出香蕉 把香蕉鞋切成厚度均等的香蕉片 加到我们的蛋液中搅拌 锅子里面我们加点油 加油 把我们的香蕉蛋液倒入锅中 把蛋跟香蕉都扶平 底部差不多成型之后 放上豆腐衣 可以用手轻压一下 接着等待一下 让蛋液可以跟豆腐衣粘起来 差不多之后呢 就可以看我翻面 成功 哦 当时好怕翻面失败就尴尬了 只有一次的机会而已 我们稍微让豆腐衣煎一下 接着放入盘子 抹上高蛋白巧克力抹酱 大力的给它抹下去 不用太客气 我们可以加高蛋白零食 像我就切了一些高蛋白夹心布朗尼 白巧克力与棉花糖口味的 接着在煎饼中放入香蕉片 高蛋白夹心布朗尼的碎块 再淋上无糖调味糖浆 我们的是 风糖口味 哇 perfect 我最爱的甜点 大功告成 我的满汉全息简糖版本 终于完成啦 超级简单又方便了 我们很多的料理 其实只要微波或烤一下 就可以处理好了 甚至有些简糖的点心 你看一看就可以学会怎么做了 非常的方便又简单 而且呢 又健康 根本可以融灯米其林三星级的吧 蒟蒻麵 哇 它是焦麻口味的 我想这种蒟蒻麵呢 是一定要吃干的 因为它整个味道会吃进去 如果你没有特别注意呢 你其实不会发现它是蒟蒻麵 而这种蒟蒻麵呢 它属于一种半纤维素 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热量 在于我们身体当中是无法被吸收的 所以简单的意思呢 用蒟蒻麵非常的适合 再来就是花椰菜米 嗯 丝巾海鲜炒饭 超好吃的 你如果没有注意 真的不会发现它是花椰菜米 而不是白饭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用我们这样的做法 你可以把我们虾仁跟鲑鱼 换成你喜欢吃的肉类都可以 我用虾仁跟鲑鱼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喜欢海鲜类 因为它的脂肪会比较低 相对来讲呢 我在摄取方面也会比较健康一点点 那我们花椰菜米的取代我们白饭 所以它整体的热量呢 会非常的低 很好吃耶 再来试一下青张角 这是剥皮辣椒牛肉口味的 我讲青张角 没有试过的朋友 一定要去尝试看看 我个人觉得它真的蛮好吃的 如果你把它用气炸 或者是用烤箱的 实际上它的皮 超酥脆 它也可以实际 但我们个人喜欢的口感是 我喜欢用烤箱或者是气炸锅 所以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器具呢 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它有四种的口味 让你吃不腻 而且呢 它的外皮都不是淀粉 它是豆皮 所以吃起来会酥酥脆脆的 里面的肉很扎实 很香 那我帮大家做了一个 减糖饮食的总结 如果大家想尝试减糖饮食 第一个一定要出众的就是 将我们的糖类给下降 糖类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物 就是常见的像白米饭 糙米、五穀米、淀粉、面类、地瓜、马铃薯 还有包子、馒头 这些都属于我们的糖类 建议降到20%-40% 如果不太懂怎么做的朋友们 可以尝试看看 一餐的淀粉不吃 甚至是两餐淀粉不吃 只做到这点还不够 我们要做到第二点 我们要补足我们的油脂跟蛋白质 尝试看多吃一点蛋白质 我们可以从植物性蛋白质来去摄取 像我们可以吃一些豆腐、豆浆、豆干 以及我们肉类呢 可以吃鸡猪牛鱼养的都好 把你的蛋白质给补齐 那油脂用一些好油 像是橄榄油、亚麻仁子油、酪梨油、印加果油 来让我们整体的碳水化物是降低的 但油脂蛋白质是提高 你这样长期吃下来呢 才不会是用节食的方式在减肥 所以其实减糖饮食呢 非常的适合减肥 那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补足我们的纤维 做减糖饮食呢很容易到达 为什么 像我们的花椰菜米 它就是补足我们的纤维 可是你会把它当成淀粉再吃 所以我们纤维呢补的就是足够 建议让它摄取量呢 达到400克到500克 这样子做减糖呢 我们的纤维才会足够 想知道更多减糖饮食的观念呢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影片 我有很多完整的影片攻略都在上面的 那这也是满汉全型 基本上呢 所有的食材都是从UOMAR里面属订购的 所以大家如果对以上的食材呢是有兴趣的 我们可以去上我们前面所讲的APP UOMAR里面有个减糖吃低碳 里面的食材呢都帮大家给整理好 不用再挑来挑去 记得输入我的折扣码 202011Ricky 让我帮你打50块的折扣 满699就可以折50块哦 那还有什么想看的影片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是影响师Ricky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每一集影片都拍得很认真 拜托了 我来准备去迎真米其林餐厅的旭服了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影响师Ricky 没有你们觉得这样太像牛肉场 欢迎来到我们的阴阳小厨房 这是找父辈会员才可以看的影片内容 哈哈哈哈 没有解锁的请看有穿衣服的 好